小朋友,恭喜你,当你点开这个课程的时候 代表你已经被选为字母超人特训班的学员 这个特训班是国家最高机密 一旦加入,只能一直努力练习,不能退后 一直到成为字母超人为止 国家需要你,加油吧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仁爱国小的陈建豪,陈老师 我们今天要介绍小写的字母UVW 但是在那之前我们要先复习一下 我们上次学过的小写字母A到T 而且我们也要复习一下 今天要教的UVW的大写 小朋友应该还记得我们专门针对小写的字母超人接招 小写才有分矮高 所以当老师念出下面这几个字母的时候 请你告诉我它是矮的还是高的哦 预备 哇,太过瘾了吧 小朋友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厉害呢 好,那我们今天要学的字母是UVW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大写 第一个 UVW 那么他们的小写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吧 我们现在来看小写的U 我们说过后半段的小写 从M之后除了T以外 所有的字母都是矮的 当然小写的U也是一样 但是请你看看大写的U跟小写的U 其实他们两个长得虽然非常的像 也是不太一样哦 小朋友看过刚刚学走路的小baby吗 因为他们还站不稳 所以在走路的时候要扶着墙壁 才可以站起来对不对 小写的U也是一样哦 你看是不是很可爱呢 长大了以后 大写的U就不需要再扶墙壁 自己就可以站起来咯 字母超人特训班的小朋友们 你知道现在还剩下几个字母吗 V W X Y Z 现在只剩下最后五个字母咯 而这五个字母里面 其中有四个字母 他们的小写都长得跟大写一模一样哦 请小朋友看看V的大写 所以只要把大写缩小成一层楼 就变成小写了 小写的W也是一样哦 你看看 把大写的W缩小变成一层楼 就变成小写咯 好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练习 请小朋友从荧幕上面指出 老师所念的字母哦 第一个U 第二个V 第三个W 真是一点挑战难度都没有 我看大家真的都变成字母超人啦 好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些字母的长相了 但是它们到底有多高呢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咦会不会是字母超人把这些字母通通都扛起来飞到这边 然后再把它们从天上丢下来呢 没戴眼镜这是哪一个字母啊 U V W 所以小朋友请不要忘记 小小小才有分排高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U V W 书写的位置 请小朋友告诉陈老师这些字母的高矮 请小朋友观察一下 如果是一层楼的字母 请说矮 如果你发现它不是一层楼 赶快去演科 请医生帮你检查一下视力 那我们就开始咯 U V W 这实在也太简单了吧 这些小写的U V W 全部都是矮的字母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写写看的单元咯 还是要提醒各位字母超人特训班的小朋友们 英文是要从前面往后面写 英文全部向后写 先写小写的U 还记得吗 因为它是小baby 所以要扶着墙 先按照大写的U 缩小成一层楼 小baby扶着墙 也是一层楼哦 V 就是把大写的V缩小成一层楼就好了 小写的W 也是一样将大写的W缩小成一层楼就可以了 太好了 我们字母超人特训班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 当然也不要忘记我们字母超人的绝招 英文全部向后写 另外还有 小写才有分爱高 我是仁爱国小的陈建豪 陈老师 字母超人特训班 下次再见 拜拜